大家好!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谭松韵徐凯主演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即将上演,颜值超高演员助阵。 在新的一年随着《大江大河3》和《我们的翻译官》等新剧的陆续开播,开年聚集市场竞争愈发激烈。 除此之外,还有多部备受关注的热播剧即将定档和上线,其中的一部便是谭松韵与徐凯联手主演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。 《你比星光美丽》聚焦女主角季星的成长历程,讲述了她勇敢跳出舒适圈,踏上创业征程的励志故事。 尽管途中遭遇重重挫折,但在男主韩婷这位投资人的帮助下,最终成功事业并收获了一段美好爱情。 该剧由经验丰富的《都市爱情》职场题材导演陈畅指导,她曾创作过《爱情而已》、《反转人生》等热门佳作。 此次联手实力派编剧《杨千子》,为剧集质量和剧情增色不少。 除剧情和主创团队外《你比星光美丽》,最大的亮点便是齐全员、高颜值演员阵容。 女主角谭松韵虽然在《90后小花》、《中人气》排名中等,但颜值、演技和表现力均属上成。 近年来,她在《向风而行请教我总监》等都市职场情感剧中的表现,获得了业界的认可。 男主角徐凯同样是《90后终生代演员》中的佼佼者,颜值出众、演技出色。 她主演的《爱的二八定律》、《千古绝尘》等剧均获得好评,个人表现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 谭松韵和徐凯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中的搭配极具默契,身高差更是营造出极佳的CP感。 此外,该剧还邀请了和瑞贤、高涵、周大为等多位高人气新生代演员加盟。 据悉,《你比星光美丽》预计将于一月底或二月初上线,有望成为湖南卫视接档剧《我们的翻译官》。 在《芒果台和额场》的推广下,以及谭松韵、徐凯的高人气助力下,该剧有望取得优异的收视成绩。 任嘉伦新剧《流水迢迢阵》阵容曝光,实力派演员齐聚一堂。 在娱乐圈中,有这样一位演员,他以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,他就是任嘉伦。 任嘉伦在演艺事业中展现出了极高的可塑性和挑战精神。 他不仅在多部作品中成功塑造了各种角色,更在近期备受关注的剧集中,将为招这一复杂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。 回顾任嘉伦的演艺生涯,我们可以发现他始终在寻求突破与变化。 在其他演员追求安全牌,重复演艺相似角色时,任嘉伦却勇敢地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, 展现出他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专业素养。 这种勇于挑战的精神,使得他的角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,让观众看到了他在演技上的无限可能。 而魏昭这一角色,无疑是他演艺生涯中的又一次巨大挑战。 与以往的角色相比,魏昭具有更为复杂的性格和情感层次。 他心狠手辣,狂野疯狂,同时又忍受屈辱,承担沉重压力。 这样复杂的角色设定,对演员的演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 然而,任嘉伦凭借着精湛的表演、技艺和深入的理解,成功地诠释了这一角色, 让魏昭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。 任嘉伦在演艺魏昭时,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魅力。 虽然都是他饰演的角色,但与周生辰相比,魏昭看起来更年轻,更有活力。 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角色的设定,也在于任嘉伦在表演时的细节处理。 为了更好的呈现角色的特点,他特意调整了自己的妆容和表演方式, 使得魏昭与周生辰在形象和气质上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除了角色形象的塑造,任嘉伦在演艺魏昭时,还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。 他完美地诠释了魏昭内心的挣扎与矛盾, 让观众能够深入地理解这一角色的复杂情感。 尤其是在剧集中一些关键场景,如复仇计划的实施, 与敌人的斗智斗勇等,任嘉伦的表演都让人惊叹不已。 他用细腻的演技将魏昭内心的波动和情感的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, 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。 除了演技上的出色表现外,任嘉伦在剧集中的造型和妆容也备受关注。 为了更好的诠释魏昭这一角色,他在妆容和造型上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调整。 无论是华丽的宫廷服饰还是简朴的江湖装束,任嘉伦都能够完美地驾驭, 展现出角色的不同风貌。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和追求完美的态度,也让他所饰演的角色更加立体生动。 除了演员自身的努力外,这部剧的剧情也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这部剧集涵盖了朝堂政治、江湖权谋以及爱情等多个方面,情节丰富,紧凑且扣人心弦。 主人公为了实现复仇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故事线让人倍感振奋, 同时也引发了观众对于正义与邪恶、爱情与仇恨等主题的思考。 而在剧情的推进过程中,魏昭的角色也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。 他不仅要在江湖中游走,周旋于权谋之间,还要面对家庭的纠葛和情感的纷扰。 这些情节的展开使得魏昭这一角色更加丰满和立体, 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内心世界。 正是由于任嘉伦出色的演技、独特的魅力以及引人入胜的剧情, 这部剧成为了当下备受瞩目的剧集之一。 观众们纷纷表示对任嘉伦所饰演的魏昭这一角色充满期待和喜爱, 同时也对他在剧中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。 这也证明了任嘉伦作为演员的实力和影响力。 这部剧的成功离不开任嘉伦的努力和付出。 他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将为招这一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, 让观众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角色的悲欢人生。 相信在未来。 四大美男火速出圈, 颜值与实力并存, 它们能否超越2019巅峰四子? 微薄之夜, 星光翼翼, 昨夜的内鱼圈可谓是风起云涌。 在这场盛宴中, 四位新近美男凭借超高颜值和步凡实力, 成功吸引了无数眼球, 火速出圈。 它们分别是邓卫, 于是张灵和和陈哲远, 被誉为内鱼心四大流量。 卫, 一个如玉般温润的翩翩美少年, 凭借在剧中的精彩表现和超高颜值,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 他的内脸和斯文, 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莫上人如玉, 公子是无双, 是则以阳刚之气和满满的荷尔蒙征服了观众。 他的骑马射箭, 篮球游泳样样在行, 展现出了不同于其他小鲜肉的独特魅力。 他的爆红, 让人们看到了内鱼圈的一股清流。 灵鹤则凭借在云之雨中的出色表现, 让观众看到了他的实力。 他的演技可圈可点, 让人一不开眼睛。 而他190的身高和大长腿, 更是让他的优势一览无余。 哲远则是一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男艺人。 他的演技不俗, 资源也相当不错。 他的高美男气质和拿捏得恰到好处的演技,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无限可能。 四位新近美男, 各有千秋, 实力不凡。 他们能否超越2019年的巅峰四子, 成为内鱼圈的新领军人物? 让我们拭目以待, 同时也期待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,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